在互联网上就是表达自己的时候 会在意粉丝对你的看法和评价吗 早的时候非常在意 就有点让人觉得有点负担的感觉 其实他们就是有的时候觉得 这个世界可能没有束约 他们就会为所欲为 你通过什么让更多人喜欢你 就微博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事情 就可能大家有的时候 并没有那么多人知道我 但通过微博好像一下子 很多人都知道了我 闹着片酥就会长 就像找男朋友的时候 希望这个人喜欢的 是我最丑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因为有的时候我也觉得 严不一定是永远都会存在的一个吧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非常任性 特别不懂事情 不说那么 然后真的是国外的团队过来 说为你量身尽致 我说我不想 让我感觉非常非常不舒服 就觉得还是活得真实一点 不要去在乎那么多吧 有的事情是我喜欢 有的事情别人觉得高大上的 但我可能就并不想成为那个人 我还是想成为我自己 爽你曾经关闭了朋友圈对不对 对对 是为什么呢 就感觉 好像否认自己的感觉 否认自己这么严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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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也不愿意 烧不过 我们准备了 那我就找到 然后在这边 我再ady 我再次找到 完全不够 那儿 我现在也 не想 我 我们